在初选中失利沉疾好几天的基隆市议员何淑平 拿着支持者在各种社群中截录到影响他选举结果 和提前公布结果的讯息表示 初选结果虽然出炉 但是选举过程中 支持者发现有影响到他选举的争议问题 以及没有公布民调导致有黑箱作业的传闻 和有人没有遵守共事自行提早公布初选结果 何淑平喊话国民党基隆市党部应该要尽快处理 把事实严正对外公布 才能真正团结迎战2024的大选 国民党立法委员电话民调初选之前 我们之前有协议 就是说初选之前不能有攻击对方 然后选后由四党部5月15号统一对外公布民调 但是很遗憾 就是在民调期间 坊间就流传了一些口语 甚至在这个社群网路平台上面 散播一些消息 让影响这个赎品的民调 让赎品以些微的差距落后 那在这里我也要请市党部 应该针对这些 大家对国民党的质疑 甚至还有人 我接到太多电话说 你们不敢公布民调是不是国民党黑箱作业 那请我的对手以及这个赤党部 能够出来面对 然后就是把事实来严正的跟对外来公布 那也希望党部能够就是对外来公布这个民调 那其实赎品跟对手的这个差距其实是不大 是在个位数以内 所以说希望这个不要造成模糊的空间 让对方有见风插阵的机会 那我们必须营造党的团结 为2024年打一场胜仗 对于何赎品提出的选举争议和质疑 国民党机动市党部主委吴国胜强调 党部非常重视 这两天就会找参加初选的何书平 和林佩祥两位同志到市党部沟通 包括民调数据要不要公布 关于何书平同志提的两个问题 党部非常的重视 近两日就会找初选两位同志 林佩祥跟何书平来党部沟通 那么至于民调的数字要不要公布 我们也会在这个会议里面 来充分讨论来做最后的决定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